警方查弃毒品又加入了胜利军 台中市警察局刑大针士队 宝大特勤中队 太平分局等单位 在台中地监署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配合台中市警犬队支援弃毒犬进行搜索 结果弃毒犬顺利的找到毒品 让警方逮捕了25岁的刘姓 跟22岁的王姓嫌犯 警方依照毒品防治条例 以送台中地检所侦办 刘姓的范贤他本身是在 那个手压营的能饮店里面当外送员 那另外一个王姓的范贤 他是在那个CNC洗床的工厂里面 担任那个作业员的工作 他们这个车是常租的 等于就是一天1000块到1200块 跟一般的租车公司租车行租车 曾氏队人员还发现 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 以美肤美颜SPA等名义 吸引青少年贩卖毒品 这次警犬队出动训练有数的弃毒犬 以灵敏的嗅觉 在嫌犯的车上 找到毒品藏令的位置 顺利起出K他命32包 每人鱼毒咖啡14包 每一定一罐 加上手机 新台币11万等证物 可以说是狗狗立大功 立的大功 当然有奖励 他在工作就是 如果有闻到的话 我们就是会给他一个相当程度的奖励 但是给他玩具玩 或者是给他食物吃这样子 对 通常我们训练就是用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食物的训练方法 跟用玩具的训练方法这样子 警方呼吁 青少年在暑假期间 容易被利用从事犯罪行为 或贩毒吸毒 除了会强力扫荡之外 也希望青少年远离犯罪跟毒品 警方也会跟家长 学校一起建立完整的社会安全网 达成安全有感 犯罪下降的目标 建立幸福健康的台中市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